520一个充满粉红小星星的日子 本应是一个宣布恋情的日子 却有这么一对不走寻常路 卡点5月20日8点08分 我爱你 但是拜拜 佟丽娅 陈思成官宣离婚 陈思成配图是一张佟丽娅在沙发上抱着儿子的照片 并说故事告一段落 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换种身份守护 嗯 小儿也不让说什么了 离婚还要搞深情人设吗 真当网友是鱼的记忆 这边 佟丽娅倒是直接干脆的来了一句 人间值得 未来可期 看起来感觉有种终于解脱了的愉悦感 不过相信大家应该没有预料中的震惊 而且网友还都欢呼 佟丽娅终于脱离苦海了 佟丽娅的官宣博数据 也远远高于陈思成的转赞品 还是清一色的祝福 随后恭喜佟丽娅也上了热搜 看来网友也是早就看不惯陈思成的所作所为了 这对夫妻的婚姻也早名存失望 从陈思成被拍到总统套房 夜会两女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表示 佟丽娅已经有离婚的打算 毕竟虽然陈思成没有承认 但视频显示还是有点实锤的 事情闹得那么大 相当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戴了绿帽 不过碍于家庭观念的影响 还有孩子所以暂时没有动作 佟丽娅的爸爸 佟丽娅可以说是个很传统的人 在女儿结婚之前就曾经多次说过 希望女儿可以好好照顾陈思成 对佟丽娅的教育也是要以家庭为重 不过在女婿陈思成爆出出轨消息后 在她自己的社交平台也基本没有了关于陈思成的消息 都是各种点赞宣传女儿的最新消息 目前佟丽娅与陈思成关宣离婚后 据其叉叉现实 两个人已经没有商业关联 看来财产分割已经全部完成了 所以才有的今天的消息 大家众所周知 明星离婚不像普通人一样 因为名下有各种财产 还有很多商业关联 有的明星夫妻身上还有合体代言在身 受到各种限制 所以实际操作中有色延时也是会的 最近啊有粉丝担心佟丽娅会忍下那口气 因为陈思成负面消息是在2017年就发生了 这几年佟丽娅虽然官方活动宣传什么的 也都没有再提陈思成 去年更有媒体拍到 佟丽娅带着儿子去探班陈思成 不少人一度以为这对夫妻已经和好了 而且今年二月的微博之夜上 两个人还同框出席座位挨在一起 根本看不到离婚的状态 如今回头再看 果然是专业的演员啊 不过看到佟丽娅的事情 有一个问题又很让网友疑惑 那就是八五花门的婚姻究竟是怎么了 有人已经离婚 周早绯闻不断和各种小鲜肉轮番被拍 有人三天两头被传离婚 本尊却从未正面回应 偶尔的童框被拍 或隔空秀恩爱 仿佛在间接否认 还有人表面上看起来就恩爱甜蜜 让粉丝磕糖到飞起 与佟丽娅同样因为功爆红的杨幂 婚姻之路也很坎坷 杨幂与刘凯威英系生情 在事业人气巅峰期 踏入了婚姻殿堂 可这段婚姻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先是刘凯威与王欧 被拍到了夜晚同进一个房间 不过两个人声称是在讨论剧本 由此得名 夜光剧本事件 随后杨幂与刘凯威也是以离婚收场 还有同样因喜生情的赵丽颖 与冯绍峰 病情之作 知否知否 硬是绿肥红兽 还挂在病刷榜谈 这边现实中 两个人就突然离婚了 虽然这对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也没有媒体拍到太多的新闻 但冯绍峰在结婚前 就被证为娱乐圈的情场浪子 拍一部戏就会与一个女演员传绯闻 官宣的女朋友也是不少 其中就有妮妮 凌云等 去年年初 当时也是有媒体爆料冯绍峰 一次把自己装进快递盒子里 然后出去偷吃 不过这个消息 最后并没有爆出什么实锤 还有同样是八五花的杨颖 与黄孝明虽然不是英系生情 但也双眼了不少 霸宠小娇妻的人设 在洋溢人气地位直线上升 成为顶流后 这对也被不少人看好是金头玉女 不过遗憾的是 也挺让人搞不清楚的 他们三天两头 就会传出离婚的绯闻 不否认 不承认 一会儿见面不相识 一会儿又情侣装现身 离没离婚外人不知道 肯定的是 他们的婚姻出现过裂痕 刘诗诗无奇隆 这对虽然当初因为年龄差距过大 不被看好 但现在也是很恩爱的 还有藤妍罗静 也肉眼可见的幸福 就是其他八五花婚姻破裂后 不少人拉了刘诗诗藤妍下水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八五花 都因婚姻被拉出来进入大众视野 毕竟其中的刘亦妃和宁姻 至今仍是单身 也自然没有了一地鸡毛的感情生活 其实从这些可以看出 几个离婚的八五都似乎有一个共性 就是基本都是因为 英绪生性 作为演员职业的特殊性 这是无可避免的 但激情过后 回归生活 可能才会发现更多的不合适的地方 其次还有一个地方都很像 那就是大部分是男方先被爆出出轨行为 刘凯威的夜光剧本 冯绍峰 陈思成就不说了 老江湖人物 目前罗晋三的上市最好的男人了 剧传当初也是先追的唐烟 而且合作了不少剧 感情稳固 有网友表示他们还是看好的 另外八五大部分也都是事业心爆棚的代表 这可能也是花粉 长情又能大的关键原因吧 杨幂事业阵望 手握家行旗下以大票一人 自己也成为了资本 但依旧无缝禁组 是真的事业女强人 赵丽莹也是同样 不少粉丝也说 离婚后姐姐可以放心搞事业了 佟丽娅这两年肉眼可见的重视工作 不仅接连拍戏 还参加了各种官方大型活动 春晚作为主持人更是刷足了脸 看来即使婚姻一堆状况 漂亮女明星们仍旧在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最后小儿想说一句 婚姻不易 明星的婚姻更不易 而明星与明星结合的婚姻则是不易上加不易 因为娱乐圈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再加上拍戏这种特殊的行业 很容易阴系生情假系真作 希望刘诗诗五七龙 唐烟罗靖 这两对能够一直好好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